上次节目中,许晨刚先生说到了习近平的两大人间奇迹和第四次产业革命 这两大人间奇迹将是两大世纪丑闻 而第四次产业革命恐怕又要与中国擦肩而过 今天我与许先生将聊人工智能 目前美国已经推出了Chad GPT 而阿里巴巴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中国举国体制能在这次产业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吗 有人说呀,中国的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了美国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徐先生说,不可能 产业革命的产生是有制度条件的 如果我们看过去三次产业革命和这一次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 就会发现他们的发生地都发生在银梅两 这不是语言问题 是制度问题 美国和英国是同一类制度 即便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不是英国和美国这类制度 也没有产生过产业革命 那么英美制度是什么呢 它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相比 有两点完全是一样的 第一,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第二,都是民主制度 英美制度和欧陆 以及日本、韩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有哪里不一样呢 在于英美法系 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英美法系国家 现在正在产生新一次的产业革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就是加拿大 英美法系对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 在哪里呢 就是金融市场 为什么只有英美法系国家 金融市场才发达 而非英美法系国家 金融市场都不那么发达呢 原因是英美法系国家 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什么金融市场与产业革命有关呢 这是因为产业革命需要庞大的资金 所以首先要解决融资问题 当全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 它能不能发展 实际上取决于是否给它记录资金 想创新企业注入资金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全新的技术并不成熟 没有市场 在市场被接受之前 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会失败 只有少数会成功 怎么向他们注入资金呢 这依赖于特殊的制度解决 事实告诉我们 在整个技术创新演变过程中 最有帮助的就是金融市场 而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衍生物 就是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自50年代以来 一直是美国孕育和推动 新技术革命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 中国也想模仿风险资本 但中国制度决定了它 不可能真正模仿 因为风险资本高度依赖法制 高度依赖司法体系 高度依赖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本身 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 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至今不能独立 所以没有办法模仿 只有在风险资本能正常运行的环境下 才有可能给全新技术诸如资本 当然全新的技术的产生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 也是制度带来的 那就是自由 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 人才才有想象力 而自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自由的大学 教授自校的大学 中国至今没有一所自由的大学 当大学不是教授自校时 无论有多少教授 博士和发表了多少论文 学术都是不自由的 也不会产生大的创造力 无论是当年的英国 还是现在的美国 在产业革命时 你可以看到多少在他们国家 发明创造的东西 都并不是本国人创造的 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大量发明创造 却来自英国以外的外国人 今天也一样 大量的发明不是美国出生的 美国人创造的 而是外国人在美国创造的 硅谷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加起来 多于欧洲裔美国人 为什么这么多最有天赋的中国人 印度人在美国爆发了这么大的创造力 不在于而不在他们自己国家发挥了 原因是 聪明人只有到了好的制度下 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过去只是一种预测 今天已经不是预测了 现在实际上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期 已经开始以指数级的速率 在快速的发展 就要形成气候了 只不过它具体会变成什么 仍然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产业革命的特点 产业革命就意味着 它产生出来 人们事先并不知道的东西 唯一能知道的 就是产业革命 一定会造成创造性的破坏 这是一个经济俗语 意思是创造会带来破坏 它一路破坏过去 一路创造现在和未来 但是创造性破坏 只能产生在适当的制度里 因为只有适当的制度 才能容忍这种破坏 比如说目前比较热的 Chatton GPT 有人就进行了一个尝试 问他 中国共产党好还是不好 用简体和正体中文提问 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阿里巴巴和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东西 但政府马上就警觉了 就出台法案开始限制了 这一次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 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吗 当然不可能 在Chatton GPT产生之前 人工智能曾被风格 曾很窄的领域 中国的确可以在个别领域里领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的制度的特殊性 比如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监控 摄像头最多的国家 有好几亿摄像头 他们拍摄下来 大量的视频和照片需要处理 需要自动识别 需要自动确定抓捕谁 控制谁 面对警方监控民众的巨大需求 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进行技术创新 在巨大投资的支持下 中国在头像的识别 无论是禁止还是动态方面 在世界上一度处于领先地位 另一个可以相提并认的就是语音的识别 大理也是一样的 由于它大量收集私人的语音 用于监督民众 它在语音识别技术上 一度也处于世界的领先状态 但因为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人的自由 是违法的 这些技术在西方国家是不能如此发展的 美国的法律禁止公司和个人进行这样的技术创新 但中国的法律没有这样的限制 但人工智能远远不局限于监控 在Chatton GPT产生之前 中国在许多重要关键的人工智能的领域就远远落后于美国 一是人工智能最基本的算法方面 中国无法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二是在人工智能最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方面 比如说发现和发明新药新材料 国际上几年以来就积累了不少重大的突破 重大的成果 但中国一向也没有 依靠人工智能实现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国际社会并非最近才开始 而是已经有好几年时间的积累了很多成就 现在Chatton GPT作为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出来以后 尤其是它开放给所有人之后 一下子就暴露了中国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我要强调的是过去中国在某些领域之所以能够和世界前沿追的比较近 背后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以使中国过去融入国际化不仅仅是贸易 也包括科技 由于融入了国际化 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就有极大得益于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中国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培训的 包括在美国本土也包括在中国本土美国训练的 比如文远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是中国人工智能的黄埔军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 无论是研究机构大学还是公司大量的领军能物 都曾经是微软机构培养出来的 在那里工作过 所以融入了国际 融入了全球化 但这些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严重摧毁了国际关系 中国继续融入国际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甚至变成不可能 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二是芯片 人工智能有算法 计算能力和数据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 算法就是前面讲过的 它取决于你是否融入国际社会 因为基本上没有重大的算法 是中国发明的 都依赖于西方的技术 一旦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脱钩 算法的来源就成了问题 在计算能力方面 过去不存在对中国限制 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是一样的 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芯片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当芯片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预计不远的将来 中国在获得所有先进芯片方面都会遭遇困难 那时中国计算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就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发展给限制住了 说到数据 数据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数据的质量 而数据的质量直接和社会自由连在一起 当社会自由时 数据才有了质量 当社会不自由时 数据就没有了质量 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说中国的数据是世界上最多的 为什么它是错误的认知呢 第一 数据不仅有中文的 如果讲到科学和技术 绝大多数科学和技术的数据都是英文的 中文的数据不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 另一方面 讨论数据一定不是简单的数量 一定有质量在里面 而质量取决于这个社会是不是自由 当社会是不自由时 数据就有了限制 充满了噪音 比如撒谎 造谣 编造历史等 当社会充满了各种谎言 人工智能的机器 学的就是谎言 它就会像造谣 说谎的人一样 也会说谎 今天所谓的人工智能 基本上是机器学习 机器学就是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你的社会是自由的 诚实的 那么你机器 顺练出来 就是诚实的 自由的 数据是编造的 你的数据是撒谎的 那么机器 学出来的也是编造的 撒谎 我们把这几个条件 放在一起分析 就会发现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 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障碍 许先生 您这一番话呀 讲中国人工智能 可说了个低而透 中国不幸 又要于第四次产业革命 擦肩而过 重复历史的悲剧 您说啊 这习近平说来 也蛮可怜的 心强 命不强 本想成为世纪伟人 现在却丢人现眼 称了 调良 小丑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 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 接着聊 明天咱们